失落湖边 阴森密布 荒废已久的墨剧院 棺材一样的大盒子 窗着一只孩童大小的布 跋涉惨死的女人 家族的秘密 恐不同遥 当你越来越接近真相 你确定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相吗 让我们一起再次翻开 那段尘封的恐怖历史 这一天 杰克和妻子正在家里商量 晚上吃什么 门铃突然响了 打开门 地上有一个奇怪的包裹 箱子里面是一个长相 十分诡异的木偶 但两人并没有在意 妻子还想到了 小时候的一首童谣 双眼瞪人马力翘 傀儡为子 长怀抱 如被小儿须切记 猛中与她 莫惊叫 随后 杰克出门买宵夜 妻子一个人在家里 她对着镜子 想象自己怀孕的样子 这支音乐突然变得诡异 屋子里十分寂静 丽莎听到木偶的房间 传来奇怪的声音 她刚走近 就被白布蒙住了头 丽莎惊叫着后退 并开始口头鲜血 她惊恐地外爬去 却猛然被什么东西拉进了 回来后的杰米换着妻子的名字 几声过后 妻子回应了她 我要给你个惊喜 杰米 杰米走向房间 她看到地上有红红的血迹 面前的白布下传来妻子的笑声 但她没想到 白布下面却是被拔掉了舌头 且姿势古怪的丽莎 伤心之余 杰米还成为了警长的头号怀疑对象 因为现场并没有反抗的痕迹 也没有外人闯入 杰米提出怀疑是木偶杀人 但显然警长并不相信 最后还是由于证据不足 杰米被释放 她的直觉告诉他 妻子的死与木偶有着木偶大的关系 回到家里 杰米仔细检查了箱子 发现里面有一句奇怪的话 玛丽肖和木偶 在瑞文斯菲尔 没错 瑞文斯菲尔是杰米的家乡 为了查清真相 他带着木偶驾车赶回那里 此时的小镇已经破败不堪 就寥寥几人 他瞧向父亲的家门 开门的却是他的心寂寞 父亲因为种种原因中风瘫痪了 如今生活起居都由寂寞来照顾 杰米询问父亲 曾经广为流传的玛丽肖传说 但父亲却告诉他 那只是吓唬小孩子的 曾经被赶出家门的杰米 不愿意住在家里 于是找到了一家旅店住下 他来到殡仪馆 请求老亨利帮他安葬妻子 而亨利则在打开尸体袋的那一刻 露出了惊悚的表情 嘴里还说着 这怎么可能 还明显 他知道玛丽肖的传说 葬礼上 亨利的妻子玛丽安突然跑了过来 玛丽安患有精神失常 总喜欢躲在杂货间 他念叨着 玛丽肖就在这里 要把木偶埋掉 杰米很是疑惑 但他很快在枯草下面 发现了玛丽肖的墓碑 想到玛丽安的话 晚上杰米将木偶带到了墓地 他把木偶埋在属于他的地方 但可怕的是 当杰米回到旅店 木偶却赫然出现在他的床上 旁边坐着的 这是警察局的局长 原来警长一直在跟踪杰米 木偶作为案件重要的政务 当然不能埋掉 杰米向他解释玛丽肖的传说 并告诉他只有埋掉木偶 才能终结这一切 警长并不相信杰米的鬼话 他甚至带走了木 急切想寻找真相的杰米 偷回木偶来到了殡仪馆 这次老亨利没有隐瞒 而是回忆起了那段王室 那时候小镇还是一片繁华 玛丽肖是胡编木偶剧院的演员 他擅长富裕 木偶在他手上栩栩如生 每次演出剧院都是作物虚席 然而在一次演出中 一个叫迈克的小男孩公开质疑 你的表演太假了 我都看到你的嘴巴在冻了 眼面尽失的玛丽肖 恶狠狠地瞪着小男孩 一周后小男孩离奇失踪 人的怀疑是玛丽肖恼成怒杀死了迈克 于是残忍地谋杀了他 并拔掉了他的舌头 按照玛丽肖的遗嘱 他被制成木偶 与自己的101个木偶葬在了一起 在那之后 小镇开始发生离奇惨案 死者全部被拔掉了舌头 摆成木偶的造型 于是 人们开始传说那首童谣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杰米来到废弃的湖边剧院 在阁楼里他找到了 玛丽肖曾经的笔记 里面记录着如何制造完美人偶 还有失踪男孩的保质箭报 这时杰米发现 男孩的姓氏和自己是一样的 这中间难道有什么关联吗 他抬头发现 镜子里映着一个鬼眼 但身后空无一人 另一边 亨利听到妻子又在自言自语 他走过去发现 妻子在对着木偶说话 玛丽安生气地质问木偶 你为什么不继续说话了 亨利还是决定将木偶埋掉 正在准备工具时 他听到地下室传来声音 以为是妻子在里面 他爬了进去 但他刚进去 身后的门就被锁上了 耳边传来了打招呼的声音 你好 看到玛丽萧的木偶脸 哼里尖叫出声 他的舌头也被拔掉了 回到家的杰米 再次向父亲问起了玛丽萧的事情 这次父亲终于告诉他真相 当年失踪的男孩 其实就是杰米的蛋默 而杀死玛丽萧的 正是他们家族的人 玛丽萧死后 所有与此相关的人都无故惨死 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孩子也无一信念 而当年将杰米赶出家里 也是为了避免他受到恶灵的伤害 就在他们以为这一切已经结束的时候 丽萨的死却让他们意识到诅咒从未停止 愤怒的杰米夺门而出 但警长却拦住了他的路 原来玛丽萧墓地里的一百个末突然消失不见了 无辜的杰米再次被怀疑 这时杰米走出来 有人打电话找你 电话那头是亨利的声音 他让杰米到剧院并说自己可以证明他的清白 但亨利已经死了不是吗 杰克毫不怀疑地赶往剧院 警长也紧随其后 剧院的玻璃柜里满是末 这样看来之前消失的一百个末全在这里了 这些末我们全都齐刷刷的盯着他们背后的一块红布 两人揭开红布 下面居然坐着一个活着末 是当年失踪的小男孩迈克 就在这时 一百个末又开始一个接一个的转头 他们的目光所及之处 有一个小丑人偶 玛丽萧就附在他身上 他让杰米靠近一些 好告诉他妻子被杀的真相 但他听到的是 却是妻子怀孕的消息 玛丽萧要杀死他们家族所有的人 警长开栓打穿了小丑人偶 但玛丽萧可以不停地附身其他末 于是两人直接一把火将所有末烧光 逃跑过程中警场失足 从吊条坠落 他大声尖叫 于是玛丽萧瞬间夺走了他的舌头 杰米拼命捂住自己的嘴巴 才逃过一劫 之后他想起剧院的一百个人偶中 并没有杀死自己妻子的木偶 他来到亨利家询问 玛丽萧则告诉他 木偶被他的父亲拿走了 但父亲已经中风瘫痪 也很少出门 为什么要来取走木偶呢 带着疑惑 他回到了家里 一片黑暗中杰米找到了某 而玛丽萧再次现身 杰米连忙下某扔进火里 玛丽萧尖叫着消失了 一切结束了吗 真的结束了吗 漆黑的角落里 杰米看见父亲坐在那里 但他还没伸手触碰 父亲就整个倒了下去 杰米这才发现 父亲的后背已经被掏空了 没错他也被制成了木偶 杰米终于抑制不住了 连日来的恐惧在此刻终于爆发 一直待在父亲身边的继母 笔记最后出现的女人头像 记忆包裹的人这一切一切 都指向了这个恐怖的女人 我一直想做一个最完美的玩偶 他的声音致命 杰米出现在杰米的背后 他用玛丽萧的声音说 你说谁是木偶啊 杰米终于尖叫了出来 一切结束 而影片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结局 继母在加剑来后 时常遭到暴力对待 怀孕中 他被杰米父亲从楼上一二光打下楼梯 流产使他身心都遭受了极大痛苦 于是他想到了报复 他的报复心理被马力消的怨气所利用 从而导致了一切 而之所以叫死记 也是因为玛丽萧说 我要让那些让我闭嘴的人 也全部发不出声音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三连支持一下 您动动手指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